捷报 启禀陛下 杨坚高炯两位将军 率领大军又攻下齐国四城 看来这杨坚果然是有筷略呀 这杨坚果然是有筷略的 既然我大军气势如虹 那就乘胜追击 让他拿下叶城再回长安 看来这杨坚果真伏大命大呀 不行 若连叶城都攻下了 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倒是 倒是与我不利呀 这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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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泰伯 你这是在做什么 回陛下 微臣刚才掐旨一算 叶城这一仗 怕是打不得呀 为何 这一仗打下去 不仅杨坚高炯几位将军 有性命之忧 恐怕这几十万大军 都有去无回了 换而言之 这一仗 怕是要全军覆没呀 全军覆没 好 如今大军疲惫 倒却有可能全军覆没 若果真如此 于过不利 陛下 三思 罢了罢了 传队 传阵旨意 令大军班师回朝 遵旨 等等 以皇后之名 宣隋国公夫人独孤家罗进宫 是 陛下 见过隋国公夫人 那官不必多礼 老奴是来给您送捷报的 隋国公率军杀敌 再取四成 连克九成 此等功绩 少有人能做得到啊 太好了 国公夫人 皇后特意命老奴请您进宫 以庆祝大军凯旋 是 臣妇谢过皇后 请您 臣妇拜见皇后 隋国公夫人免礼 快坐吧 谢皇后 此番 心可安了吧 是 来 本宫先敬你一杯 以赫隋国公连宫九成 谢皇后 皇后 这一杯 臣妇敬您 皇后有心 大郎得胜归来 皇后还设宴款待 臣妇感激不尽 这一杯 敬皇后 那这杯酒 我可不能喝 因为这宴席 并非本宫安排的 而是皇帝安排的 皇帝听到捷报以后 心中大喜 便想到与人畅饮庆贺 只可惜 他的那些兄弟们 此刻均在战场上 便想到了你这位顾友 遂邀你入宫相庆 那便请皇后 代大郎 臣妇 谢过陛下 要妾便当面谢吧 不必断领啊 不必断领啊 朕的两位好兄弟 为朕的江山 立下了汗马功劳 朕今日高兴 你们便陪朕 多饮几杯 只怕臣妾不胜酒力 几杯便倒 扫了你们的兴致 今夜便是要不醉不归吗 难得有这样的心情 来 干了这一杯 陛下 陛下 臣妾实在是不胜酒力 想先行回宫了 皇后酒量尚浅哪 那你先回宫吧 我与家龙 继续把酒言换 臣妾先行告退 去你的宫 陛下 家罗 陛下 家罗也该回府了 你再盆朕喝几杯 来 来啊 你我现在倒是生分了 想找你饮酒 也要借皇后之名邀请你了 倒让我一起了昔日 那时的家罗 会亲自给我做桂花高齿 会与我打闹 并无半分隔阂 会欺负我 也会护着我 如今这些事 你都与别人做了吧 陛下 时候不早了 家罗该告辞了 别走 你要做什么 家罗 朕还是忘不了你呀 今夜你别走好吗 家罗 你疯了吗 家罗 我与你早已毫无瓜葛 你是杨健的兄弟 我是杨健的妻子 你这么做我怕天打雷劈 家罗 家罗 你不要仗着朕还爱着你 就敢为所欲为 朕是皇帝 朕想要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包括你 若你今日敢论来的话 我便死在你的面前 宁愿死也不跟朕 你把朕当什么 我以为你做了皇帝会不一样 我以为你掌权之后 依旧能保持清醒 没想到你跟那些昏运的皇帝 都一样 好 既然你已认为我昏运 那我今日便昏运给你看 快 朕告诉你 没有朕得不到的东西 即使得不到你的心 朕也要得到你的身子 火 放开我 放开我 好 老天啊 爱非所爱 朕做这个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